Zither Harp 艾托莎国家动物园 是纳米比亚最重要的野生动物园之一 护林园和兽医在动物园的各处活动时 也负责记录野生动物的迁徙过程与繁殖习性 在这方面他们跟生物学家进行密切合作 对野生动物进行科学研究 也是艾托莎国家动物园的主要任务之一 护林园将检查园内的狮子 为了安全 他们不是直接进入狮子捕猎区 而是用死去的斑马来引诱狮子 死去的斑马尸体中放了麻醉剂 他们希望狮子能跟随过来 狮子闻到斑马血的腥味了 吃了放了麻醉药的斑马后 狮子就会被麻醉入睡 在动物尸体中放麻醉剂 是护林园麻醉狮子的好办法 这样他们可以不用麻醉枪 并且一次就可以麻醉多头狮子 这种方法颇为耗时 狮林园和科学家得耐心等待 看看狮子是否愿意上钩 并吃掉麻醉斑马 两只狮子傻乎乎的上钩了 工作人员首先要确保狮子 吃了麻醉斑马后 真的是被麻醉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对狮子进行体检 这围练有四只还完全清醒 因此工作人员要格外的小心 工作人员给被麻醉的狮子 做了彻底的体检 狮子的舌头很粗糙 而且有很多次 这对舔食骨头上的肉很有帮助 为了让狮子更健康 工作人员还给狮子注射了 防摊剧病的疫苗 除此之外 工作人员还需要抽取狮子血样 并确定哪些怀孕了 从而获得关于狮子繁殖习性的资料 当我们结束了所有的治疗 全体检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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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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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们都在这里 然后我们都会回到处 一生的家庭 全体检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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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检测试